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专家 周小鹏 周老师 欢迎 陆其路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 图类图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今天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跟他提风手就是一时冲动 没想到他一下子就答应了 我们差七岁 我以为他就是一个 单纯乖巧的小女生 没想到他其实又幼稚又任性 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借口 他就是早想好要跟我分手了 要分手的是他 要复合的也是他 这段感情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段儿戏嘛 我现在都主动低头了 他为什么还不满意呢 分手情侣求复合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朱先生 30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 女嘉宾冯女士23岁 来自江苏客服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来求男朋友复合的 是吧 是的 分手有多久了 过年的时候分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分的时候 可有些日子了 这中间有联系吗 不是特别多 主要是他不爱搭理我 因为当时我是在家里边学车 然后白天练车 晚上还要去做兼职 所以说比较累 这肯定都是借口 怎么可能累到连消息 都不回一条 人家要跟你都分手了 回啥消息 也不是故意要跟他分手的 不是后来后悔了吗 你后悔了 对 找他复合 因为当时感觉他是蛮认真的 然后我就 两个人都在气头上面 也就答应了 明白 其实心里还有点舍不得 对吧 有一点 要不然今天不可能来嘛 对 对 说说你们在恋爱期间 分手之前 主要都是哪些疙瘩吗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大学刚毕业 说要去上海去找我 我感觉呢 上海生活压力比较大 我就不想让他去 但是他这个人呢 特别地任性 他连通知都没通知我 就自己就跑过去了 他去上海是吧 为了找你啊 对 他说应该挺开心的嘛 因为上海两个人嘛 压力比较大 我工资也没有多高 他去上海是让你咬活吗 我没有说非要他养我呀 对 我求我去上海 一方面肯定是为了他嘛 不想谈异地恋啊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想去更大的城市发展 去了之后吧 没想到他真的就不管我 把我一个人 扔在亲里扔了几天 一气之下嘛 我就跑北京去了 去北京干嘛 找工作呀 因为当时我看他这么任性 然后我也特别地着急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 然后说要不你来上海吧 我们一起去奋斗 然后又找了一间房 然后在一起 他找工作 然后我上我的班 去了北京 你又把他叫回上海了 对对 因为他一个人 一个小女孩在外面 我也不放心 跟他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他特别地自我 有一次呢 本来说都已经约好了 说要去看电影 突然间他就给我来个电话 他说他有个重要的客户 要陪客户 电影票都已经买好了 我都已经走到电影院门口 就等他了 然后接这个电话呢 我特别地委屈 然后电影票一扔 然后我也就回去了 他回来的时候也不说 站在那里玩手机 打游戏 我没想到他背后内心戏这么多 内心戏多 对 当时他都表示理解了 去见重要的客户嘛 对吧 当时他是理解的 对啊 这是找后帐是吧 对啊 而且回来之后 就不知道他怎么了 当时都说好的 没想到他那么矫情 还要我哄他 行 来 今天把内心戏全都说了 反正我就觉得吧 他就是不在乎 因为他从家里面 领养了一只猫 然后呢 他跟这个猫老是拍照干嘛的 然后到时候有点吃醋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不跟我照相 老是跟那个猫照相 心里面特别不是个滋味 这个内心戏说过吗 他说过吧 说过 你为啥不跟人合影 发朋友圈呢 那他朋友圈也没发我呀 在这儿 你的内心戏可够丰富的 那你们俩这一说 就拍个合影 发了各自的朋友圈 他在那里不就完了吗 他有的时候呢 他还欺骗我 欺骗啊 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 说说说说 因为有一次公司本来说 安排我去出差的 我说我要出差了 你在家里面准备干嘛 他就说他在家里面准备陪猫 因为特殊的情况嘛 出差就没促成 然后我就特别地着急 我觉得他一个人在家里面 也比较无聊 我就赶紧回来 但是我一回来一看 家里面没人 当时他问我的时候 确实是带着猫 但后来就是朋友打电话给我 让我出去玩嘛 我就去蹦迪了 我感觉他不应该欺骗我 我没骗他呀 但是就想说 反正他出差去了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他没 为什么是多一事不如少 这没什么多的事啊 他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他都问东西很烦啊 就反正他出差了又不知道 因为我在乎他 我才会去管他 我感觉他就没有 以前那么在乎我 我怎么不在乎你啊 就去年嘛 他说国庆的时候 拿五千块钱 带我好好出去玩一下 我还挺开心的 然后放假了嘛 他一点表示都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 十月一号嘛 人也比较多 我心想的还不如 待在家里面 再说了 我也带他去苏州 去玩了两天 也花了一千多块钱 在外面又累 还不如待在家里面 打打游戏 然后可以做饭吃干嘛 也能省点钱 省点钱之后呢 我也可以成年家庭 然后去娶他干嘛呢 你这会儿都是想着 还想着娶我呢 他是那个时候想 现在想不想 我们不知道 这是回忆 去旅游 那省的钱 能省几个钱 而且那个上海周边 我早就玩腻了 他带我去玩的时候 也没好好玩 就一直玩手机什么的 然后回来之后 就打游戏和兄弟喝酒 十月以后 回来在家里 也没什么事 然后我就只没想 跟同事商量商量 怎么把业绩给他做起来 然后我没想到 他一点点不理解 反正就是还有觉得吧 我们俩之间感觉 越来越不合适了 内心们也一直在徘徊 然后呢 有一次呢 我就到楼下面 看到他 从一个男的车上面下来 当时呢 我就懵了 我当时 共享吗 都跟他解释过了 那是正好和客户去吃饭 然后客户送我回来的 但是我当时问他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当时说 这个男的家里边 有房有车 很喜欢他 想追求他 然后当时反正听了 心里面 受的刺激特别大 受啥刺激啊 因为居然我感觉 我只是个备胎阿姨 我那时候也对他解释过了 我就是故意想刺激刺激他的 因为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了嘛 我就想让他更加珍惜我一点 对吧 就这样让他有点危机感嘛 对我好一点 不然我不就被别人抢走了嘛 我这样的条件 啥样都找不到啊 是吧 我觉得 你心里确实这么小嘛 确实吧 行 但是我也确实没嫌弃他 不然一开始也不会和他在一起啊 我觉得吧 一个稍微有点自尊心的男人 都受不了这种刺激 就是因为这个刺激 所以分得手吗 差不多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分的呢 就是那个过年前嘛 还好好的 就突然过年回家了嘛 我本来挺开心的 想跟家里人说他的事情嘛 就觉得说我谈了一个男朋友了 现在感情挺稳定的 结果他突然不让我跟家里人说 他要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他告诉你说 要重新考虑一下 是吧 因为当时我们也 之前也一直吵架 为了一些小事在吵 然后我心里面 那个时候也就特别的矛盾 但是他那时候吧 也什么都不说 就一直保持沉默 我问他吧 他都不回消息 当然我心里也肯定也慌嘛 哪个女生受得 两男生冷暴力对吧 所以我就一气之下就说 那我们就分手吧 结果他这个时候 他到秒回了 说好 因为当时我也感觉 反正他也是认真的 然后我就直接就答应他了 那你这分手到底 真分还是假分啊 真分 男生想好了要分嘛 后来呢 那我本身也放不下他嘛 我后悔了嘛 就一直找他复合 但是他又不理我 然后我想说 等到过完年吧 他肯定要从老家回上海的 结果我回上海租的房子嘛 发现他已经提到 把行李拿走了 也没跟我说一声 当时其实挺失望的 因为当时 过年前明明都好好的 对吧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因为当时就是说 驾校那边 让我赶紧回去考试 然后我就回去了 本来是心想的 回去之后再跟他说 然后我就一直忙 没来得及告诉他 没想到他脾气这么大 然后我也就没跟他说 你不是等于 在你们共同住的地方 把行李搬走了吗 对 是吧 对 那就意味着说 我们分手 因为我也一直在犹豫 在徘徊 我们两个之间 到底感情合不合适 我问问 那你现在有没有 新的女朋友啊 现在没有 但是他过年都回家相亲了 因为相亲这个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然后父母突然间 就给我安排 咋知道的呀 消息挺明通啊 就是他半年前了 把我拉进了一个 他和他兄弟的群里 然后我也没说过话 但是他也没想到 说我还在群里 他就在他兄弟的群里 发了一张照片说 你们觉得这个女孩怎么样 啥意思呀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 他在群里面 只是说让朋友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发了 所以说就让朋友看一下 看啥呀 就说到底跟我合不合适 所以你那个时候 已经把他 不当女朋友看了 是吧 也不是 也在一起将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可能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徘徊 犹豫 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嘛 也差不多到了 结婚的年龄了 他比我小七岁 我觉得我现在 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 还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我需要找一个 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 可以勤俭此家的那个人 不是 那人家也不愿意 跟你为了结婚而结婚 因为我觉得吧 现在年龄到了嘛 这个还有年龄的呢 对啊 三十了 父母也比较着急 就是你要结婚是吧 对 但是他不是结婚对象是吧 那我感觉吧 姑娘你迟迟不肯放手 到底是不甘心的 还是还喜欢他什么 或者爱他什么 我肯定还是喜欢他 而且他也说了喜欢我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两个人相互喜欢 就不能好好地在一起啊 你愿意跟他结婚吗 现在 现在 估计可能再谈个 半年一年的 可能会接受吧 现在确实还 特别是他 现在还出了这些事情 你愿意跟他结婚以后 按照他的想法 过他想要的日子吗 不是完全愿意吧 要看什么事情吧 那还叫什么劲呢 他不能每次都是我妥协 总归是两个人 他也要软一点 我也要软一点 这样才能在一起 人家现在不就让你 全面妥协吗 达不到要求不就分手吗 我理解的对吗 也算是吧 反正两个人要互相尊重 既然是互相尊重 为什么他只对我有要求啊 互相尊重是说说的嘛 对你有要求是真实的嘛 行吧 对于女生现在 还放不下这段感情是吧 是啊 你现在是处在犹豫 还是其实已经定性了 我现在是在犹豫在徘徊 一个是还想挽回 一个说 我还在犹豫和徘徊 老师们帮着看看 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你今天反反复复 一直在说就是 我比他大 他比我小 所以我们两个 一直不合适 这是好像你一直在说的话 可是我想告诉你 从心理年龄来讲 你们两个一模一样 都是两个 不会好好说话的小孩子 你们俩在一起以后 绝对不会当哑巴一样 然后不说话 你们俩在一起 一定是要用话来表达 我关心你也好 我有不满意也好 我希望你怎么对待我也好 统统是要通过嘴巴 说话来告诉给对方 可是从今天开场到现在 从你们谈恋爱到现在 你们从来没有好好说过话 而且你们俩永远是内心戏 内心戏就是 我心里边希望你 要达到我的要求 可是你达不到 因为我有一个幻想当中的男朋友 我也有一个幻想当中的女朋友 你们永远达不到我的要求 那我就通过不好听的话 伤害你 通过这种伤害你的方式 让你知道你是多么地 不符合我的标准 可是这种伤害的方式 是爱人的方式吗 你越是这样伤害人 越会让他要远离你 所以最后会导致 你这边冲动地说要分手 你这边偷偷摸摸跑去相亲 我倒觉得你们两个 如果真的能够共同 拿一到两年时间 重新认真的 好好说话的方式谈恋爱 也许你们还能够走得下去 但如果你们接下来要恋爱 还是这种以伤害别人的方式 去共同地谈恋爱的话 那不如就早点放弃 而且男生我还要告诉给你一点 未来无论你跟哪个女生 在一起生活 你心里边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想法 你也需要通过 用好好说话的方式 告诉给别人 否则的话 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爱情 也得不到别人对你的尊重 好 谢谢周老师 来 陆琪老师 所谓代沟 很多人说三年一代沟 多少年一代沟 其实代沟没有那么可怕 它不是对于事物的认知 而是看你们在不在 一个生活的阶段上面 你的生活阶段 还是我自己开心就好的时候 它不一样 它的整个心态已经 我要被将来打好基础 将来我的日子应该怎么样 也没错 但是不要带着不甘去爱 不要带着欲望去爱 你以前是带着欲望去爱 你以前是带着不甘去爱 我觉得是认清楚 现在当下我想要的东西 就好像你说半年一年我能结婚 我不认为一年你能结婚 真的 问问自己 你一年后你真的结婚吗 结婚半年之后 再让你生小孩 你愿意吗 愿意啊 因为他也是那种实在的人嘛 我也不是完全不能为了他 做一些什么东西 他也从来没有真的好好跟我讲过 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我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还挺开心 真的挺稳定的 也没什么大矛盾 姑娘你的直接和率真 也说明了你一个问题 就是幼稚 你到底真的想过结婚是意味着什么 想过嫌妻良母意味着什么 想过有了孩子意味着什么 不是很多人都是凑合着过吗 还想你打的 问一下自己的父母 问一下身边已经结了婚 生了小孩的朋友 同事 看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来考虑自己 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其实有两点想跟男生说的 第一点你刚才一直强调 我为了结婚而结婚 你既然那么头头是道地去分析生活 你就应该知道 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持续不了太久 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到一起 时间长了就是牢笼和枷锁 你们到时候再生个孩子 又没有爱 更痛苦 所以这个关键是错误的 不管在哪个年龄我们结婚 核心都是爱 没有爱之称的婚姻 一定是会带来痛苦和纠结的 所以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未结婚而结婚 第二个 你跟她好了快一年的时间 觉得不合适要分手 没问题 可以 但是你要体体面面地分手 你要给人姑娘一个 完完全全地交代 你不能这边还说 我犹豫徘徊 没有想清楚 那边又跑去相亲 跟哥们说 你看这姑娘合不合适 这叫不仗 如果真决定分手了 明明白白说清楚 我们不合适 我可能没有那么爱你 你如果说感恩 这一年的陪伴 你也其实心里 还是有感情的 那么就让姑娘去找一个 真正爱她的 她也爱的人 祝福她有一段好的姻缘 而不是这么不亲不楚的 还犹豫徘徊 那你才是耽误了她 好不好 希望你们各自找到 自己生活的位置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把自己的相亲对象 像广儿告知发榜一样 被她发在自己的兄弟群里面 让大家平头论足说 你看这个女人怎么样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尊重 有些男人说 我要找一个贤妻良母 是因为她需要一个贤妻良母 就会发生有些男人 明明家里有一个贤妻 内心还不能满足 还要到外面 找一个生动火辣的女子 所以我在想 如果她对婚姻 是这么功利的一个需求的话 只要把你娶进了家门 她就会把你放在那 一个很显然的 如果你真的需要找一个 贤妻良母的女人 在你该结婚的年龄 跟你好好过日子 你明明知道她不是 你为什么还要找她 因为当初还是挺喜欢她的 当初喜欢是喜欢 但你当初认识她 了解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知道 她不是你心目当中的 贤妻良母 你是知道的 刚开始不知道 后面才慢慢了解才知道 真的吗 真的 你信吗 我信啊 她肯定还是放不下我的 是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那你们俩就好好在一起 你就好好做她的贤妻良母 好不好 我也想要她不愿意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图老师 姑娘 就反正到我这岁数吧 我翻译一下四位老师的话 四位老师的话 觉得其实你们分手的话呢 对你来说未见得是个坏事 第二呢 我就刚才在旁边看嘛 我就听嘛 我就在想 我是感慨 人性是很复杂的 就是一个看起来 好像特别自信的人 对吧 应该有很多人追我啊 我相貌不差呀 难道我不够聪明吗 其实她做的所有的事情 好像都没她表现得那么强势 和那么自信 尤其在这段关系里 我只是不懂她而已 对啊 但我觉得我们俩没什么毛病 我没说毛病啊 你们俩的关系里 谁弱谁强你告诉我 那是我 因为我认定了她吗 对啊 因为你认定了她 所以你就变弱了嘛 女人不都这样吗 这是你的认知嘛 你仔细地想一想 这个男生吸引你的是什么 今天复合之后 突然有一天 你要跟他分手 是个什么 你不可能否认说 我这一辈子 不会跟他分手吧 已经还没到那一天了 对啊 不能想象 现在他活的世界叫做 我不能分手 所以你得听我的 恰恰这个时候 他的经验是起作用了 是说 今天他是这样的 半年之后 还不知道怎么样嘛 对吧 有这个担心吧 对 男生肯定有这个担心嘛 所以女生 你现在所表现的 所有的强势 这不跟自己较劲吗 当然你愿意 要求跟人家和好 但是合不和好 是他的权利 所以你要想清楚 果断 干脆 是你应该做的事 分手这件事就是这样 当然你有权利说 我不分 人家也有权利 跟你说分 你冷静下来想一想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就希望他能放下 他心里的那些事儿 既然还喜欢我的话 我们俩就好好在一起 有什么磨擦 矛盾 情侣之间都是正常的嘛 就好好解决 而且他不跟我在一起 他也这么大年纪了 也不一定能够 再找到一个更适合他 更好的 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一年多时间 我们也开心过 也累过 但是呢 我也一直在包容你 希望你能有所改变 所以说我现在内心 也特别地纠结 矛盾 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 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喝知识 长知识 保佑爱情 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俊乐宝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请开箱 取一下各自存的记忆 女生存的是什么呀 这几页纸是什么 一份旅行合同 去哪儿旅行的 去四川 你交了钱了 对 我们俩也没好好出去 真的出去好好玩过嘛 就想如果能够复合的 和好的话 希望两个人可以 开开心意地出去玩一玩 行 男生那是什么呀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不知道 那是CD机 你知不知道它干嘛的 放磁带的 对 它是放碟片的 可以说呢 这就是相当于 我们两个人的代工 因为你永远 理解不了我 回吧 老明 回吧 回吧 来来来来 请关门 这个还是比较有悬念的 我们看看这两位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欢迎来到伊北诗爱情 来 你有话就说没话可以回去了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他真的这么绝 这个对你来说是个好事啊 对吧 他把态度给你表达得特别明确 就是曾经爱过你 现在我不再爱了 我们好好的分手吧 有的人说不清楚哪里好 但就是谁都期待不了 时间会让你忘记一切的 你还会爱上一个人 下次在爱的时候 就像这次一样 投入去爱 但是学会感受对方 别老在自己的想法里 我给你个建议 不是一个真的任性又质的小孩 我觉得我还是同龄人中 算比较成熟的 我以为我们两个 其实这跟你是否成熟 你是好是坏 你是任性还是宽容 都没有关系 它只跟一件事有关 我不愿意再跟你走下去了 明白了 他一定会后悔的 谢谢 请回吧 谢谢 请回吧 你上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没敢接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一定会后悔的 这跟后不后悔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爱情不是一种报复 不是一种比赛 谁高谁低 活好自己 别人后不后悔 其实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活出你的精彩 当这人离开你生命的时候 你何必在意 他是后悔还是别的呢 学会和自己和解吧 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 我真的是挺喜欢他的 但是和他在一起 感觉太压抑了 我觉得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 谈恋爱不就是相互迁就吗 但是我已经付出和改变了很多了 可是他却越来越冷漠 我是因为刚开始工作 压力比较大 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我真的不想跟他分开 我觉得现在分开也很痛苦 在一起更痛苦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文先生21岁来自广东 后期剪辑师 房女士21岁来自广东 幼儿园教师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你来求复合 对吧 他是说想分手 然后我是不想分手 对啊 你是来求合的嘛 对吧 谈了多久了 一年 想分手的原因是 他刚开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挺好的 但是后面他变得越来越自私 越来越霸道 然后让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我也没有办法去接受 所以现在叫想分手对吧 对 还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 说说吧 我们两个最开始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当时不是同一个学院 学的也不是同个专业 但是因为进了学生会 在同一个社团 然后慢慢就玩在一起了 大四准备出去实习的时候吧 他就跟我表白了 说一直挺喜欢我的 我也是这三年对他一直挺有感觉的 我就答应了 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跟他在一起没几天吧 我就听我朋友说 他在追我之前 也追过其他女生 我当时听了就挺不敢相信的 因为我觉得大学三年里面 我们两个 我应该算是他玩得最好的异性朋友 然后他有什么事也都是只和我说 包括平时 基本上都是我们一起出来的 就是我身边的异性朋友也不是特别多 他的也不是特别多 就我们两个就真的就是只 差一层窗户只没有捅破 只这三年谁都没说 但是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 当时就挺生气的吧 所以对这件事你是很介意的对吧 我其实刚开始是挺介意的 但是他跟我在一起之后 他确实对我挺好的 然后但是他对我的那种好 是很霸道的 比如说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的时候 他就会 我说我不冷 因为外面没有那么冷 他就一直说你多穿点多穿点 然后我说没有那么冷 他就一直把衣服往我身上捂 我说我想吃什么东西 他是嘴上不说 但是马上就给我送到楼下了 所以我就对他前面这些事情 算是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了吧 后来知道有一次什么事呢 就是我翻就是翻到他手机 发现他还在跟那个之前追过的那个女生聊天 我就生气了 我说你把他微信删了 他就不肯删 一直说我无理取闹 因为那些都是朋友啊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你现在还和其他女生聊天 你顾及过我感受吗 而且从那次事之后 我都跟你说过了 就算跟别的女生聊天 都只会聊工作 不会聊别的 你当时是和我道歉了 但是是我跟你哭着闹着 闹了一天一夜 你最后跟我保证了 说你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 也不会再去跟那些女生聊天了 他不光是不顾我的感受 很自私 他连我的安全都不会在乎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他每天要加班 当时特别忙 我就去他楼下等他 然后等着他十一二点钟下班了 我们两个一起回去 回去了之后 我说我想先洗个澡 结果发现洗手间 那么大一只壁虎 我就特别怕那些东西 我就叫他过来 我说你能不能把他赶走 因为我特别怕 他说没关系的 你不要去看他就好了 你不要去理他 他又没有图 确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 他又不了人 但是我怕你是知道的呀 我只是想要你帮我把他赶走 又不是说想要你去把他怎么样的 然后后来这个事出了之后 我们两个吵了个架 我当时大半夜十二点多 跑到外边去了 蹲在楼下哭 哭了半个多小时吧 他给我打电话 问我在哪儿呢 我说我在楼下呢 然后慢吞吞地走下来了 走下来见着我说 你能不能赶紧上去睡觉啊 大半夜的 你不睡觉在这儿哭啥呀 当时他来我公司找我嘛 然后我那时候有个片子急着要 但是我又不想他 就那么晚才回去休息 我就说我工作做完了 然后我就把工作带回家 跟他吵完架之后 我刚好还有一点点 收尾的工作没有完成 我收尾工作完成了 我就打电话问他在哪儿 他说就在楼下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安全啊 我自己一个人 大半夜的我跑到楼下去了 只有我自己 万一出个什么事 我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我们租的那个小区的保安号啊 这事儿也不用抬杠了 女生说那我万一走出小区了呢 对吧 所以咱们不抬杠啊 咱们说事儿 你不是还不想分手吗 听听道道苦水吗 还有啥苦水 姑娘 我俩开始的时候不是异地 后来实习期我就被分到深圳 然后他被分去江门 我俩说远不远 但是说近也不近 他刚走的时候 他每天给我打电话 发微信问我 你在哪儿呢 工作忙不忙 几点钟下班 吃没吃饭 你身体不好 照顾好自己 然后慢慢地过了一段时间吧 就开始不怎么打电话了 他微信也不回 有的时候我一天发十几条微信 给他 他回我两三条 给他打电话 他也是说我在忙 我问他在忙什么 他就说开会啊 就不告诉我 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 你打电话给我 我那时候真的在开会 如果我不告诉你的 要么我就跟老板在外面应酬 吃饭喝酒 我不告诉你 是不想让你担心我 但是你不告诉我 你只会让我觉得 你是不是自己在外面 做什么事情 就包括他后来跟我说 每次都是发微信 忽然来了一句 我要出外面 跟小姐姐吃饭了 你想让我去吗 那段时间 搞得我精神特别紧张 他又不回我 然后又经常 给我发这样的话 我就特别担心 他跟别人跑了 你不用怕 你以后说去吧 小哥哥在楼下等我呢 OK了吗 这有什么担心的呀 真是 这姑娘 我就觉着我俩 弊地之后 可能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没有沟通 然后我就 元旦的时候去找他 结果我大巴车 快到了的时候 我和他说 我说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 东西有点多 提不动 然后又有点远 他当时给我发了一句话 他说 我老板要让我去香港出差 去两天 我当时就火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提早告诉我 我都已经到这来了 他特别无所谓地说了一句 你可以去我家找我爸妈 然后去我家住 因为我爸妈有房子在江门 他们刚好也在那边 收到你的微信之后 我跟你说 好啊 你过来找我之后 就才接到我老板的电话说 你这两天跟我去香港出趟差 我们谈个合作什么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只能跟着我老板去了 问个问题行吗 据我所知 香港对假期特别重视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在 这种节日的时候下班啊 而且是元旦啊 没有 主要是那边有个 就我们拍那种广告 就去谈一下那些 你拍什么也没人跟你谈啊 而且您不就一后期嘛 跟你怎么好聊的呀 因为 你还是个实习生 别蒙我们 不是 其他的行业我们不知道 这行业我们太清楚了 您的资历还不够 跟着老板去谈呢 因为我跟老板的关系 也比较熟 说实话就算了 我们就去了香港了吧 说吧 姑娘 左而言就是 你跟她去跨年 她又加班了呗 没在一起是吧 对 而且她加班回来 她也又去公司了 就是相当于这一个假期 我都没怎么见着她人 好不容易见着了吧 都挺开心的 我把礼物给她拿出来了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 你最近怎么编得这么胖啊 也编得没有以前好看了 我看到她 我心里也是很开心 但是我就是嘴上犯贱那一种人 就会怼别人那一种 就不会说讨别人开心的 但是她当时说的 一点开玩笑的语气都没有 而且她从头到尾 也没有跟我说过 只是跟我开的一个玩笑 后来我回深圳了之后 我就想着 既然她这么在意我身材 我就想着减减肥 瘦了十斤 我就给她打电话了 我说我瘦了 她说你来找我吧 这两天我没什么事儿 然后我就又坐着大巴车 跑到江门去了 到了江门之后 又没见着她人 又跟我说去加班了 然后又去通宵了 去公司 我公司 你也知道在哪里 你也可以去 直接去到公司那边找我 当时我晕车 我已经难受得七昏八速的 心跳也特别快 然后还特别 然后一直在哭 我就没办法了 凌晨的时候 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在哪 我说你能不能早点回来 我说我好难受 然后她就 只跟我说了两句话 就挂电话了 就直接跟我说 我在忙 我就自己一个人坐着 从半夜哭到天亮 哭到她回来 那时候有一个片子要剪 然后我一晚上下来 没有休息 我那时候 不是 你们一个 什么伟大的片子 让剪辑是连五分钟 时间都没有 不至于吧 就我们老板就特别奇怪 特别喜欢 让我们晚上去 老板被你扛了多少锅呀 我又恍惚了 是你要分手是吧 是 我特别同情你 反正按你的诉说 我就很奇怪说 为什么还没分呢 我其实也挺舍不得她的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 毕竟刚开始 做了三年的朋友 然后现在谈恋爱 又谈了一年了 就是说完全说 一点想不到她的好 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们两个 在一起时间久了 可以说我对她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依赖感还有习惯 可能没有那么快 去适应没有她的生活 但是现在我跟她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压抑 你们俩闹过分手吗 闹过 谁提出来的 我提的 分了吗 她不肯 她从江门跑过来 深圳找我 一直求一直道歉 然后我就心软了 我就跟她和好了 这是多久之前的事 年前 那今天怎么两个人 又闹到这儿来了呢 不都和好了吗 她后来有一次 过来深圳这边找我 她在那儿剪片 我就想着我困了 我就吃了药先睡了 她上床来的时候 她就声音弄得很大 把我吵醒了 我当时脾气也不太好 然后又有起床气 我起来了 我就直接跟她凶我说 你干嘛就不能小声一点 她就发火了 她对着我特别大声地喊 几乎是嘶吼着跟我说的 就当时喊得我整个人是懵的 我就直接戳了她一下 她就把我从床上推下去了 所以就到了这儿了是吧 你觉得你们俩的这感情 出了什么问题了 小伙子 就是可能因为异地吧 因为我现在实习奋斗期 我想给她一个未来 然后我可能太顾工作 而忽略了她的感受 你们未来怎么着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就不分手的话 是个什么规划呀 女生是要去她老家 还是怎么着 因为她江门那个实习工作 是在传媒公司 然后我是在深圳那边的 一个教育培训机构 当时跟机构那边 签了两年的合同 这两年结束之后 可能我会重新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跟机构那边续签 所以男生觉得 现在是因为两个情况 对吧 一个情况是你在奋斗期 对吧 第二个情况是因为异地 所以产生 但是这么听起来 女生和男生的异地 至少还得有一年 对吧 这怎么解决呢 不分手的话 如果不分手的话 我就回去马上辞职 然后去深圳陪她 然后我再去深圳找一份工作 那要态度不明确也不明晰呢 说我考验考验你 那就一年时间吧 因为她不是还有 一年的药益地吗 然后就看那一年了 所以你看男生 其实特别务实 说了不分手 我有可能去 你考验我 我都不会因为你而怎么着 对吧 这恰恰是女生 可能现在觉得特别委屈的地方 对吧 好了 那到底是分还是不分 这个情感背后 到底藏着一些什么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间 谁都年轻过 大家都知道年轻人的恋情 是最富有激情的 你们两个刚刚在一起 其实从实习到现在 也就一年时间 应该说刚刚确定谈恋爱 你们就已经分开了 照理说年轻人的恋爱 应该是激情似火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好久没见面 就想特别见到 但是我没有听到 你真的坐车 从江门到深圳去见过他 而且他已经告诉你 他要过来了 你反而马上借口说要离开 男女之间那种激情 怎么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都没了 你倒过得像老夫老妻了 所以我觉得你不爱他 既然不爱他 何必还要在这个地方 告诉给他 我只要今天听到你答应 要跟我在一起 我就会对你好 所以我劝你 你倒好好想想 你如果没有那么爱他 就不要在这个地方说 我想跟他在一起 爱情本来就是自由选择的 那同样对女孩来讲 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一个女生 如果在你的感情当中 你如果分不清楚 什么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什么对你来讲是不重要的 那可能你在这个男人心目当中 就没有了地位 恰恰你这一年 在这个男人心目当中 并没有地位 而你即便是最开始跟他在一起 也是一个最后的选择 假设有一个比你更好的 或者他心目当中 比你更好的女生 答应了他 愿意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那个跟他在一起的人 就不是你了 所以你并不是他最想要追的那个人 而你的第一次恋爱 不是应该给最重视你的那个人吗 恋人之间在心目当中的地位 其实就是那点在乎感 他知道你要见他 他没办法 可能真的是因为加班太忙了 他会不停告诉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今天真的没办法 他会很在乎你的感受 可是我没有看到啊 既然不在乎 那就爱得没有那么浓 既然爱得没有那么浓 那他一定就不是你最想要的了 好 谢谢周老师 来 吴奇老师 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说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进去 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的身体搞坏了 当你发现自己的情绪 总是失控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爱他 而是你需要离开他 当你时时刻刻想着一个人 但是总是看不到他 当你总是会去接受一个男人 每时每刻跟你说的各种理由 不管是多无厘头的理由 你都相信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爱他 而是你应该离开他 当你过得不好很痛苦 但是始终想要咬牙坚持下去 觉得我再坚持一下 我就一定可以 这个时候不是因为你爱他 而是你需要离开他 当你的所有的心神 投入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当你过度依赖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非常容易 让你开心 让你笑的 今天他出自本性地做一些事情 你马上痛苦的不行不行的 但他只要对你笑一笑 你马上觉得 这个人是爱我的 你老说他对我是好的 他对你怎么好 好在哪里 一个对你好的人 会这么对你熟视无睹吗 一个对你好的人 会这样伤害你吗 放生自己是给自己机会的 所以今天不管有多痛 我建议你 今天从这个场上离开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陆琪老师 先说男生吧 我觉得你在伤害你所谓的女朋友同时 也在伤害自己 如果你跳不出这个圈子 你在情感中 一辈子都是加害者 也是受害人 何必让自己过得如此不堪呢 如果你爱他就好好爱 如果不爱就不要站着男朋友的这个坑 却不用男朋友应该有的方式去对待他 这就叫欺负人 我相信你是愿意做一个好的男朋友的 也许你还没有碰到真爱 但是请你今天不要去伤害一个爱你的女孩 永远不要伤害一个爱你的人 否则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自己 放过她 祝福她 听明白了吗 姑娘我要劝慰你一下 你是一个挺好的姑娘 感情来得慢 源于认真 感情走得也慢 源于放不下 因为毕竟是初恋 自己又是一个很认真的女孩 但是有一点请你记住 无论是今次还是下次恋爱 无论你认为 你自认为的有多么刻骨铭心地去爱 首先爱自己 你今天的表现一点都不爱自己 一个爱自己的姑娘 不会晚上等男朋友下班十一二点 致自己的安全与不顾 当然话句话说 这个男生一定也不爱你 否则他不会让自己女朋友 深更半夜等他下班 一个爱自己的女孩 不会在男朋友 明显撒谎状态下 还宁愿相信他只是去加班 要学会爱自己 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爱自己才能得到 爱人对你的尊重 如果我们自己都把自己的尊严 把自己的体面踩在脚底下 指望别人去尊重你 去爱你吗 所以我送给你的建议真的是好好爱自己 做一个爱自己的姑娘 就会收获一份和你匹配的爱情 好不好 不哭了 人生都有这样的经历 过去就好 过去的你会发现 其实彩虹还在后边 好吗 祝福你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不哭了吧 还有什么比你在这么重要的人生关头 看清了一种爱情 和一个人的真实面目 更高兴的 你想想看 有些女生 这一辈子遇错了人 结果不光是自己痛苦 还有了孩子 拖累的是整个家庭 那是一辈子的痛苦 你现在不是 及时止损 不还挺好的吗 你现在就把脸上的眼泪擦干净 要不然的话 你脸上的眼泪 还会让她感觉到 你还在留恋 你会给她一种错觉 让她觉得我还有价值感 我还有魅力 这个女人是在为我而哭 你明白吗 所以轻易不要以眼泪示人 道理都是讲得很清楚了 什么自尊 自爱 活出自我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 其实经过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 一个最重要的 审视人的能力要有 就看清楚一个男人 是否真的爱你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 三方面 但我只跟你说第一个方面 就是这个男人 是不是愿意把自己认为 最珍贵的东西 和你一起分享 这很重要 如果一个男人 很在乎时间 他只是把所有的钱 都交给你 并不代表他爱你 除非他留出时间来陪你 如果一个男人很在乎钱 他即便为你牺牲了工作 也不能代表他爱你 除非他把钱都交给你 所以你应该意识到 这个男人到底心里有没有你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他在不在 如果这一点你分歧清楚了 就不要再把以前的什么霸道总裁 对你的那种好 当作是一个人爱你 那你也太缺爱 明白吗 明白了 对于男生来说 你没有遇到真爱也好 你是想做一个好男朋友也好 等等等等 这些都不重要 而是关键在于 其实你自己内心 并没有你觉得很珍贵的东西 这女生整场在这哭 你好像一点触动都没有 就像他所说的 在生活当中 很多次他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不在 说明其实你对他 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所以不要在他面前 展示自己的存在感 找了那么一圈 回来之后发现 有一个善良的女生 用一种善意的方式 接受了你 其实你应该尊重这种接受 尊重别人对你的青睐 说白了 你现在再到外面 就找一圈 你找不到而已 你要是找到了的话 你今天是不会到这儿来的 好吧 差不多了 放手就算了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你内心那个状态 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说要分手 一个说要不分手 但是那个分手的人 所表达的是 我们可不能分开 因为他有情绪的反应 一个说要牵手的人 其实说的 我无所谓 你看着慢吧 原来我们就 太冷了 希望这段感情曾经的美好 你们各自记得吧 然后今天就算画一个句号了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事都瘫在那儿了 以后学会珍惜吧 小伙子 好吗 好 女生啊 成长就是这样的嘛 摔一跤爬起来就好了吧 事就过了吧 别再纠结和纠缠了 好吗 尤其是男生 不要再去纠结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谷放红糖 真清六十秒 可能 我是 像老师们说的 真的不懂得什么是爱 不懂得去珍惜你 如果你今天是要 真的要分手的话 我也想通了 我不会再去道歉啊 然后去求复合 这样去用精神压力去欺负你 如果说分手之后 我就希望你过得好好的吧 找到自己真正爱你的那个 其实我从头到尾要的只是 你作为男朋友 应该给我的那一份安全感 但是我真的体会不到 在你身上我感受不到 一点一点点 应该属于我的安全感 再揭示一个真相 女生也记住 当你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什么规定啊 什么规矩啊 你们早冲破了 很多单位规定说 同单位的不能谈恋爱 好吧 辞职吧 因为我爱上了 我们部门的谁谁谁 那至少还爱 所以也别那么伤心了 就算都经历过嘛 有快乐时光嘛 又彼此的有一些伤害 今天做一个了结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 我们看看他们这个 彼此在记忆箱里 存放的记忆是什么 我们开箱 那个是男生的是吧 对 你送的特好 闪电拳 一拳击倒 这是一段什么记忆啊 因为他现在实习嘛 然后是去那些机构教小孩子 然后小孩子也比较皮 然后可能会 晚上他下班了会很累 然后就拿这个按摩锤 来放松一下 你那是什么呀 是一段视频 因为我们两个最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关系开始慢慢变好 就是那次我去比赛 然后他录了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 就是我要唱的那首歌 唱吧 手说 世间是让人簇无几方的东西 情是有风 飞又是雨 争不过朝夕 又念着往昔 偷走了情思 却留住一个你 岁月是一场有趣 无悔的旅行 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别怪我贪心 只是不愿心 因为你只为你 愿和我一起 看云淡风景 好 听好 听好 姑娘 最后问一问题 你是喜欢一个男人 送你一个锤锤锤 自己累的时候 给自己锤锤锤 还是喜欢一个男人 守在你身边 在你累的时候 帮你锤锤锤 我希望他能是陪着我的 谢谢两妹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 看结果 请开门 这个结果应该是叫 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 男生今天这个表现 其实也挺好的 至少要听明白老师 说那个话 不爱就走开 特别恭喜这位女生 能够从这么一段情感当中 走出来 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祝他们幸福吧 有网友提问说 女朋友说我什么都好 就是对她太过于关心了 有时候呢 我就是想问她 想不想吃东西 她总说我太关心了 这话把我吓到了 我怕她以后不理我了 不要我了 有这个可能吗 我相信你吓到她的 不是你对她太好了 而是目前你的世界里 只有她 没有任何的东西 这种感觉会让她窒息的 祝你好运吧 我们的节目是由 宝石护肤领先品牌药 宝石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宝石石石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古方新红糖 现奥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 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